女生寝室 第二部 第一集 深秋 凌晨 南江医学院 黄家文独自走在寂寥的街道上 身影被昏暗的灯光拉得长长的 一半在地上 一半在墙上 飘忽不定 仿佛像一条蜿蜒爬行的蛇 事实上 黄家文本来就像是一条蛇 一条妩媚入骨的美人蛇 紧身黑皮衣 蓝色牛仔裤 夸张的性感身材玲珑有致 微黑的脸蛋泛着青春期特有的烟红 再加上那头迷人的蓬松的卷发野性十足 你是个魔鬼 每天晚上他都会听到这句感叹 从老板 客人 乐手 适应声 等各式各样的男人的口中听到 他是个领悟者 男人们感叹时眼睛里闪着异样的光芒 刺得他不敢直视 他知道他们心里的想法 性或者爱 但他并不在意 他知道自己是一个容易引起男人性幻想的女孩 尤其是在D805的时候 在五彩缤纷的灯光映射下 他穿着低胸的小吊带和短裙 裸露着小蛮腰 踏着激烈奔放的音乐节奏 像蛇一样肆意扭曲自己柔软的身体 挺胸 摆臀 眼波流转 嘴唇微翘 简直就是一个天生的游物 举手投足间散发着一种狂野不羁的磁性魅力 挑逗的男人们是口干舌燥 浮相翩翩 一碗一百元 小费另算 这是老板给他的报酬 不多 对于身体学生的他来说 却也不少 他没忘记自己的身份 南江医学院的大三学生 他是家长眼中的乖乖女 老师眼中的好学生 同学眼中的传统女生 文静 典雅 好学 不谈恋爱 对一切陌生男孩敬而远之 这种女生在大学原本要绝戒了 没有人能想到 这样的一个女生在夜晚会去那种地方捞钱 黄家文并不缺钱 家境殷实 家人寄来的钱足够他日常开支了 可是他就是喜欢这样 白天是明媚动人的天使 晚上是诱人犯罪的魔鬼 他也曾感到过困惑 自己怎么会有两种迥然不同的性格 说是双重性格患者 却也不像 他的头脑一直是清醒的 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为此他特意去看了一点心理学的书籍 若有所误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另一面 每个人都有不为人知的心理隐集 每个人都需要宣泄 这样也好 至少能让自己心理健康一些 路上几乎看不到行人了 偶尔驶过红色的出租车 车灯在长街上一扫而过 天空灰蒙蒙的 沉沉地压在南江市上 让人喘不过气来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夜色开始飘起了淡淡的灰雾 仿佛池塘的污水 夹带着腐烂的气息 缓缓弥漫 笼罩着这样的城市 空气似乎被凝制了 显得有些坚硬 偶尔拂过的夜风 绝望的阴冷 像冰一样直往鼓缝里钻 寒意直透心窝 这鬼天气 黄家文打了个哆嗦 紧了紧黑皮衣的领子 加快了脚步 南江一旋的大门 就在不远的前方 时隐时现 给人一种很不真实的感觉 仿佛是沙漠中的海市蜃楼 随时都会幻灭 黄家文心里隐隐不安 以前每次跳完舞后 神情气爽 感觉像是冲着电一样 但是今天 从滴巴里出来之后 就一直心神不宁 精神恍惚 全身似乎像散了架一样的 疲惫不堪 今天是怎么了 难道要出什么事吗 黄家文越想越害怕 他抖擞精神 小跑起来 寂静的街道上 只听到他的高跟鞋 踏踏踏的声音 他跑得很费力 气喘吁吁 完全不像平时那样轻松 也许是他太累了 他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的身体会如此的累赘 空气中似乎 有什么东西在拽着他 看不见也摸不着 但是能够感觉到 他的卷发 他的黑皮衣 他的手提包 他的高跟鞋 此时都显得过分的沉重 忽然 他放慢了脚步 脸色有些发白 他听到了 听到了另外一种声音 像是脚步声 但节奏慢了很多 音量也弱了很多 是自己的脚步的回声吗 但这里怎么可能会有回声呢 黄家文的心悬了起来 踢到了嗓子眼 情不自禁地 靠到了灰色的墙壁上 墙壁厚实坚固 撑住了他身体的重量 他屏住呼吸 突然转身 向后望去 长街上空无一人 越来越浓重的雾气中 不远处有几片树叶 正悠悠地坠落下来 他又向四周看了看 没有任何异常 一片寂静中 黄家文只听见自己急错的喘息声 就在他停下脚步的瞬间 那个怪异的脚步声消失了 似乎从来没有存在过 他侧耳聆听了一会儿 依然没有听到 难道是幻觉吗 黄家文稍稍松了口气 正要起脚的时候 那个怪异的脚步声再度响了起来 他 他 他 不紧不慢 很有节奏 越来越近 黄家文眼睛都不敢眨一下 他心惊胆战地盯着声音的来远处 夜屋中黄缓走出一个女人 身材高瘦 看不清面容 黄家文 握了握暗藏在皮衣口袋里 带翘的小葬刀 他强测镇定 调节呼吸 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缓缓地前行 擦肩而过的一瞬间 他偷偷瞥了一眼对面的女人 满脸的沧桑 目光呆滞目染 华丽的浓妆 却掩饰不住衰老的痕迹 原来 原来只是一名风尘女子啊 黄家文 摇了摇头 对自己的胆小 看到好笑 在黄家文的身后 那名瘦高的女子 停下着脚步 回声 瞥了他一眼 嘴角挂着一丝 不以察觉的鬼笑 那一刹那 瘦高女子的眼睛 陡然明亮了起来 像金属般的闪闪发光 随即那女子的身体 渐渐的褪色 渐渐融入到淡淡的灰色的野物中 一片破碎的白纸 被叶峰捐起 诡异地穿过 那女子的身体 向远方飘走 这一切 黄家文都没有看到 几分钟后 黄家文走到了南江医学院 南江医学院规定 每晚十一点关门 现在已经是凌晨了 铁门紧闭着 看门的老人 早就沉住了梦乡 黄家文没有停留 沿着医学院的围墙 走了两百米左右 拐进一个小巷 寻到医学院的另一处小门 小门同样紧闭着 但这里没有守门人 黄家文手脚并用 猴子一样敏捷地 爬上铁门翻过去 轻轻地一跃 落在了松软的草地上 医学院的雾气更浓了 也许是里面的植物 更多更密集的原因 这些年 医学院领导还是很重视 校园环境建设的 在保留原来的规模的基础上 还引进了不少成型的 桥木 乡村 梧桐 杨柳 章树 各种常见树木 都移植了一点 就是没有榕树 不是不想移植榕树 而是移植的几次榕树 都存活不了 也不知道原因 有人说 医学院的水土 不适合榕树生长 但是月亮湖边上的小树林 其实就是由一棵 古老的榕树 衍生而来的 灌溉云集 遮天蔽日 茂盛得很 无数的须根倒垂下来 翻入土中 独树成林 颇为壮观 成了南疆市医学院的 标志性景观 雾剧中似乎还有些腥味 是那种腐败的腥味 令人作呕 这种腥味应该是从月亮湖里飘出来的 月亮湖原本是南疆义学院最著名的自然景观之一 清澈明镜 六暗花明 但是那年突然下了一场近乎于疯狂的暴雨 暴雨没有间断地下了三天三夜 雨停之后 学生们惊奇地发现 月亮湖竟然变成了深不见底的暗黑色 像浓墨一样 并且开始散发出那种腐败的难闻的腥味 真难闻啊 黄家文伸手挥了挥 想要拨开眼前那肮脏的挥物 结果自然是徒劳的 他掩住鼻子加快脚步 匆匆向女生宿舍走去 然而没走几步 他就听见了那个异常的脚步声 再次响起了 身处校园 他已经没有了刚才的恐惧 只是觉得很奇怪 那个疯尘女子不可能再跟上自己 那么这一次又是谁呢 又走了一段 黄家文放慢的脚步 直觉告诉他背后有人 而且绝不是刚才那个女人 他屏息聆听背后的动静 听到那人呼出了一口粗气 他没有作声越走越快 走到一个拐角处突然急速转身 跟踪着没想到他会来这一手 收脚不及几乎就冲到了他的怀里 这是一个脸上还留有几分稚气的男生 长得倒也帅气 分边长发 鼻梁挺阔 眼睛黑亮黑亮的 穿着白色的夹克和白色的牛仔裤 跟踪行动已经暴露 男生的神情十分羞涩 一时手足无措了 黄家文轻声地说 我就知道是你 你过来 这已经是他第七次遇到这个白衣男生了 最近一段时期 几乎每周都有那么一天 他翻越小门回到医学院 总能遇到这个白衣男生 一开始他还以为这仅仅是巧合 后来他渐渐明白 这个白衣男生是特意在这等他的 他倒是也没有什么出格的举动 似乎这长夜里的漫漫守候 只为在暗处能默默地看他几眼 白衣男生走近了 站在黄家文面前 像是一个做错事的孩子 想要说话 可张着嘴结结巴巴 吐出几个字眼 也是模模糊糊 黄家文根本就没听清 你在说什么 黄家文歪着头面了微笑 恶作剧般地紧紧盯着这白衣男生 似乎要用眼神 从他身上搜出什么 白衣男生越发地紧张了 一阵冷风掠过 他的全身居然开始颤抖着起来 黄家文笑了 笑得是花枝乱颤 他没想到 白衣男生在面对他的时候 会这么地激动 哎 亏你还是个男孩 下面的话他没有说出来 以免伤了他的自尊心 白衣男生摆了摆手 好容易才止住自己的颤抖 说话也是断断续续 你别误会 我只是受凉了 有点冷 黄家文打断白衣男生的话 好了 我不想听你解释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 再见 说完 他丢下白衣男生 静止转身而去 都已经凌晨了 他只想快点回到自己的寝室 美美地睡上一觉 不想接外生枝 等一等 白衣男生追上来 却不敢和他并排走 只是尾随着他 还有什么事啊 黄家文连头都没有回 这天气有些反常 白衣男生憋了半天 才说出这么一句完整的话 天气反常和你有什么关系 不聊 黄家文没好气地说着 这个男生长得很白 情商也和本人一样苍白 你真的没有发觉 这雾气的味道很古怪吗 有什么古怪 不就是月亮湖里的腥味吗 说话间 两日已经来到了 月亮湖的石桥上 越过古桥 沿着湖堤穿过小树林 就是女生宿舍了 雾气中的月亮湖 波平如镜 不起微蓝 夜风吹开了浓雾 露出近处的湖面 犹如石指 经过桥顶的时候 腥臭味越发浓重 黄家文耸了耸鼻子 立刻引起了一阵干呕 他沿着鼻子紧跑了几步 越过石桥 沿着月亮湖的地面前行 后面男生也跟着跑了过来 胆子突然大了起来 竟然走上前 与黄家文并肩而行 我就说 这雾气的味道很古怪吧 你还拼命地闻 真笨 黄家文哼了一声 没有理他 身子稍微往湖堤的外面移了一 如果他还保持原来的路线 这白衣男生 就要被他挤到湖里去了 白衣男生 向黄家文不理他 也就不再说话 两人沿着湖堤默默而行 湖面 悄无声息地被划开 一双双诡异悠长的手臂 从暗黑的湖水里探出来 这些手臂几乎全是骨头 只是敷了一点尚未腐烂的肌肉 黑油油的 也不知沉在水里泡了多久 连接着这些手臂的 睡意紧紧披着一张皮的骷髅头 尖嘴猴腮乱发遮灭 有的甚至连眼珠都没有 看不到 只好拼命地吸着鼻子寻找 他们在寻找人 寻找活生生的人 水里的骷髅们发现了黄家文 一个个哑人狂笑 正先恐后地游向他 在他身边的湖水里 不时地伸出一双双长长的手臂 妄图绕过白衣男生 去拉扯他的腿 先把他拉到湖水里 但是却无一例外 被白衣男生一一地踢飞 水鬼们的手臂 遇到白衣男生的脚 都露出痛苦之色 在水里是翻天覆地 仿佛所接触的 是一块极度灼热的重金属 黄家文没有去看月亮湖 他的眼睛看着前方 心里在思考着 如何敷衍身边这个白衣男生 而身边发生的一切 他都没有看到 特别像 casa租 Ivò 现在警告到最颜的泪 甯店就知道 我会到顾 completed field吗 Mana